自當全高遠 風雲高 香港特區政府展開了立法23條為期一個月的諮詢 律政司和保安局都大為緊張 公開諮詢狀況 近日終於列出了七大範疇 指定這七大範疇是屬於國家機密的相關範圍 希望釋除外界 特別是投資者對於香港的前景的疑慮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首先是時機 立法23條 立法的正確或嚴苛與否 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呢 尤其在港版國安法之下 尤其是整個香港已經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陸續這三年投意不信任票 這樣的情形之下 立法23條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時機呢 根據我記憶所及 前任特首林鄭剛剛上台的時候 當被問及 她什麼時候立法23條的時候 林鄭說過 她應該是營造一個合適的環境之下 才是立法23條 林鄭之前的梁振英也不是傻子 梁振英任內 我們也知道她是要糾正她的前任曾任權很多的所謂的錯誤 包括困著土地不賣 據說搞到賣地有限高地價 於是她就提出要打倒地產霸權 梁振英在她任內 後來也指出香港有港獨的趨勢 但是梁振英不是傻子 她任內都沒有立法23條 到了林鄭 林鄭也不立法 曾蔭權 梁振英 林鄭這三個特首都不立法23條 清清楚楚他們知道 立法23條 即使在他們三任期間 相信香港當時的經濟相對是旺盛 如果立法都會趕客 都會趕走西方的投資者 那時是江澤民 胡錦濤的時代 除了後來就是習近平上入 那時是第一人 到了今天 雞毛鴨血 雞飛狗走 以及整個西方對香港充滿敵意 或者由特區政府的眼中認為是誤解 之下 你還要立法23條 首先在時機方面 問林鄭 是不是合適呢 這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環境呢 還是這個環境 你覺得已經抓了那些所謂的黑暴了 所以現在洗太平地就應該立法呢 這個先不說 第二 現在這個立法的諮詢 你看一下 中間的八大範疇 以及他的立法的手段 以及如何執行他 接受種種的提問的時候 他能否答得到各種疑難呢 現在呢 其實討論23條立法 我的心情都很複雜 因為還討論來做什麼呢 有人說 其實開玩笑這麼說 很多人說快點立吧 不用諮詢 你不如明天就頒布就算了 因為諮詢只是一個過程 當然有人會覺得是多此一舉 有人認為是粉飾太平 有人說就是營造一個正面的氣氛 多些人鼓掌或者是讚賞 令到這個23條過得更加開心 但是如果你看回這個諮詢 我可以簡單說是分為兩大範疇 不是五大範疇 而是七大範疇 一部分就是所謂的完善 現在現有的 有關於一些刑事罪行 或者是一些已經有的條例 但是呢 所謂的完善其實是加勒 全部是令到這個法例更加嚴苛 另一部分呢 就是增增一些本來沒有的法例 例如叛國之類的法例 以及勾結什麼外國干預 這類的法例 這兩部分其實很明顯 都是針對2019年的社會運動 以及現在一直都有 一些外國的政治組織 或者是外國的這些香港人成立的組織 都是針對性向這些人事或者組織去立法的 不重要 但是呢 我認為這種呢 就是一種 怎樣說呢 collateral damage 我可以叫做附帶的傷害 就算它不是打算針對一些 外國的商人 商會 社企 或者是公民組織 但是這條法例你看下去 很多的部分 其實是會波及到所有這些 剛才我所述及的人事和組織 這些就會令到很多 很多外國商人或者外國人士 包括香港已經在營運著 很多這類組織的人 是會擔心這23條立法之後 是難免地自己是好 給一把所謂的掛在頭上的刀 這樣 那本來呢 為什麼說要有了港版國安法 而說港版國安法還有一些 那些範圍未觸合到 所以立法第二是三條 那麼這個港版國安法 主要是針對以黎智英為首 還有那些戴耀條黃之鋒 總共這三個 還有2019年那一場的 騷亂 或者裡面有一些 極少數 極少數 只是喊港獨口號 或者主張口號的人 而設的 那麼裡面呢 這個港版國安法 已經涵蓋了叛國 分裂國家領土 煽動叛亂 勾結外國 這個制裁 中國和香港等等 還有顛覆國家 其實呢 夜三條的主要內容 在港版國安法已經有了 那麼除了 港版國安法裡面 對於這個 竊取 國家機密那裏 確實是沒有很多著墨 所以當初 還要做立法夜三條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一年半載 都是重點在說 這個其實是防範 香港 這個國家機密被盜取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現在香港今天特區的環境狀態 這裏 就剛剛好觸動到很多投資者 特別是外商 外國商人 那個敏感地帶 因為 你明明說到 你現在立法夜三條 是參照中國 整個國家的保密法 和中國的國家安全法 來立法 最重要的是 什麼叫做國家機密 你怎樣界定呢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或者叫做矛盾 是不是 你中國來說 什麼叫做國家機密 你看最近 習近平 他那個施政 是將國家機密 是定到 那定義 越來越含糊 拉不拉得 就完全是看 那個定罪 或者叫做檢控 那個人的 隨心所欲 比如說外國投資者 是來到上海 北京 來投資 或者 他要尋求 你知道 中外合資 當然要尋求 一個中國的企業夥伴商 這個中國企業夥伴 當然是國企 如果外國投資者 在中國 是自用自己的人 和自己的方式 去尋求 未來 有可能和自己合作 因為中外合資 這是規定的 國企的夥伴 是做所謂的Dual Diligence 即是俗稱的DD 即是背景審查 現在就成為一個 非常危險的灰色地帶陷阱 在鄧小平 江澤民的時代 為了歡迎外資 是大開 中門 那時候什麼都可以 很寬鬆 甚至是不理 但是現在就收緊 如果你去 用他們的方式 去找回這間國企 裡面 比如說有沒有貪污 有沒有外外賬 跟哪一間 中國 國營的銀行裡面 欠很多錢 一看就看到 不要搞了 打個報告回去 紐約的總部 這間都不要制 那你在中國國內 進行這些 資產審查 或者企業背景 那個調查 隨時中招 因為它是國家的機構 裡面的檔案 帳簿 資料 數據 可以列為國家機密 另外還有 那些外國記者 如果未經批准 走去新疆 或者西藏 隨時會當作 竊取國家機密 最近又在收緊 那些外國記者 如果離開他們的住在地 比如說 鄭州 水災 浸死很多人 他們走去那裏採訪 亦都可以被控為 竊取國家機密 因為未經批准 什麼都要問過他 這是中國現在的 很模糊和廣泛的 國家機密的定義 越來越廣闊 它不會逐條告訴你 特區政府 或者他都不知道這方面的大件事 所以 保安局局長 和律政司司長 在1月30日出席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的一個聯席會議之後 會見傳媒就這樣說 他說 關於國家機密 先說的23條 國家機密的罪 建議國家秘密的罪行 首先 他說 必須在無合法權限之下 予披露 再加上相當可能 會危害國家安全 才是國家秘密 即是說 首先你沒有合法權限 首先沒有合法權限 首先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 當我們遇到一些文件 看到清楚寫著高度機密 而且是政府文件 聽不住 高度機密 而且是政府文件 鄧炳強在這裏 是下了一個相當清晰的定義 當你看到一些文件 是政府的寫著高度機密 明顯就沒有合法權限了 即是說 你用你的常識判斷 是不能鬥 第二 合乎這個叫國防危害國家安全 鄧炳強就舉例 如果是有關天氣情況 或者有關國防部署 兩者之間 你就應該分 知道了 你說天氣預報 那個資料 就不屬於國防安全 但是國防 比如說解放軍 導彈 那些部署的地點 和人事 就是國防安全 對不對 這方面 是很清晰 他說 我們多次也重申 再證明有人犯罪時 必須證明該人是否有犯罪意圖 根據鄧炳強局長 在1月30日這一番說話來說 你說關於竊取什麼叫國家 或者香港特區政府機密 就是很清晰的 這個清晰就是說 除非說明這個是政府的文件 而且政府說明是不准傳閱的文件 那這個才是國家機密 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 事實會不會是這樣呢 陶先生 我就有些問題 他這樣說 這個很重要 鄧炳強所說的1月30日 但是現在根據最新的諮詢文件裡面 關乎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 這個部分 他的說法就是國家的秘密罪行 包括非法獲取管有披露國家秘密罪 我相信就是剛才鄧炳強局長說的範圍 所以先要界定什麼叫國家秘密 這裡有 這個定義很重要 這個定義很重要 是涵蓋什麼呢 大家聽清楚 國家或香港的重大決策 這個我容易明白 沒有問題 國防外交容易明白 什麼軍事部署 還有導彈基地 經濟及社會發展 這部分就是很多外商或者很多外國機構擔心的地方 因為經濟及社會發展這一部分 不是好像陶先生你說的 是現在或過去式 發展是將來式 單凡譬如說 如果那個香港 未來那個 譬如說 我隨便說 叫做明日大嶼 那是不是屬於經濟及社會發展 當然是 那如果你披露 或者是裡面 你獲取了一些 明日大嶼發展的資料 例如某大地產商 他不肯加入這個投資 或者是他不願意買地 我們預先披露了 他的投標是失敗的 或者是他不願意的 那這部分可能會觸及到經濟及社會發展 是不是 那還有科學技術 偵查罪行 還有最後一點 中央與港關係 這個更加勾頭 中央與港關係都是一個國家秘密 我們分開兩個層次來說 好 剛才你說到這七大範圍 如果 嚴格遵照鄧炳強局長 在1月30日會見傳媒的記者會那裏說 他固定的 就是一定要是政府文件 這個政府文件 而且一定是有標籤 寫著是秘密的 然後你取得這些政府文件 或者去偷取 走進去政府總部 做神偷 偷了出來 然後去披露 這樣就能拘捕 OK 根據鄧炳強所說的 這條主心骨 一定是政府的快老 在這方面 其實是相當清晰的 因為在一般的政府運作裡面 那個秘密通常分三級 以英國來說 最普遍的那級 最低的那級 叫做confidential 就是叫做秘密 再上一級 就叫做secret 就是高度秘密 然後最上一級 叫做tub secret 就是絕對秘密 就是絕密 一般來說 confidential 當然是秘密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這也是跟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保守國家秘密法所規定 根據中國這條 保密法的第十條 是規定 國家秘密的密級分為絕密機密 和秘密三級 而且還很清楚 秘密的那級 是很脆的 是很脆的 碎料 就是秘密級 保備 不超過十年 機密級 不超過二十年 絕密級 不超過三十年 不過這些說來都是多餘的 十年和二十年 誰去界定 誰去證明 所以如果你根據鄧炳強 130 1月30日記者會那個 是一夜界定 政府文件 而且沒有合法權限 這23條 關於國家機密 竊取 或者保留 主要針對的 是管有這些 政府機密文件的公務員 包括政務官 還要很高級 警隊 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 駐港部隊 所以其實 以英國來說 1911年 成立 或者通過 官方保密法 Official Secret Act 主要是針對公務員 包括英國 1911年 已經通過的 官方保密法 官方保密法 在裏面說到 政府 軍事 以及外交方面的機密 都不能夠內線 最著名的一宗 就是福克蘭戰爭 福克蘭戰爭的期間 就有一隻阿根廷的戰艦 跟英國海軍對視的時候 被英國海軍擊沉 這隻阿根廷的戰艦 叫Belgrano 貝爾格羅將軍號 貝爾格羅將軍號 那時候 戴卓爾夫人 派兵 在福克蘭開戰 因為這一戰 對她來說 競選連任 極為重要 所以她 在國會裏面 有很多反對黨 反對黨 也有外面的人權組織 防止英軍在戰爭期間濫殺 戴卓爾夫人已經廣受約束 她在國會裏告訴那些議員 英軍對這隻貝爾格羅開炮的時候 貝爾格羅闖入了英軍規定的警戒圈 即是說 英國的戰艦是面臨即時的危險 但是 在國防部裏面 有一個公務員 他的名字叫 Clive Ponting 叫做龐丁 龐丁 就明明知道 他的上級 首先是由國防部次長 走到國會裏 說謊 因為英國海軍炮擊這隻貝爾格羅號的時候 貝爾格羅號在尼德哥哥英國的戰艦很遠 而且沒有闖入英軍自己的限定的警戒圈 當時是英軍的潛艇發現了 問准上司可不可以發射魚雷 當時這隻巡洋艦 離開了英軍禁止航行的範圍 也沒有面向英軍 船尾對著他 即是他正在走 所以當時 他不是向他攻擊的 當時攻擊 如果根據英國禁航的範圍 他是非法的 但是英軍當時說謊 即是國防次長 和戴卓爾夫人 都一口咬地 打沉他的戰艦 因為我們 飛擊沉不可 如果我們不開炮 我們就死了 結果 國防部裏面 龐丁的公務員 就給了英國衛報 就說是假的 其實 這件事發生在戰爭期間 龐丁絕對 是違反官方保密法 第二 還可以告他叛國罪 因為這件事的竊物 明顯是對於阿根廷 這個敵對交戰國 裡面是有利的 於是馬上拘捕他 但是全國輿論 就說他是為了公眾利益 新聞方面 衛報也說是知情權 你說什麼呢 都說英國美國 都有官方保密法 都有國家安全法 但是你看看 龐丁這件案件 當日的審判 第一 是有陪審團 第二 他這個叫官方保密法 也好 國家安全法也好 在英國這個叫三權分立 的一個民主和自由人權 都有充分保障 尤其是有一個新聞 權力的監督 社會框架裡面發生的 現在這個香港來講 整個立法會是沒有反對派的 當時來講龐丁案 是令到戴卓爾夫人和國防大臣 在一個具有強力的反對派 即是工黨和自由黨 的國會之下 是問到他們 他們的解話 解到口都爆了 你這個 你不能夠說 喂 英國也有 香港也有 這個是偷天換人 但是那件案 龐丁案 就是Official Secret Act 就是國家 官方保密法 針對公務員 陶先生 你舉英國這個例子 這個情況是不能夠比較的 我認為 首先 第一 這個英國是有第四權 就是那個新聞自由 第二 就是有一個公眾利益的概念 一個抗辯 對於披露 或者叫吹哨人的行為 是有一個重大公眾利益的概念 不要說這麼複雜 我只是說回中國大陸 舉一個例子 大家會明白 這條國家機密的罪行 危險性在哪裡呢 就是2020年2月7日 大家記得當時 在疫情最厲害的時候 中國大陸在武漢中心 武漢工作的李文亮醫生 當時披露在武漢出現的新冠病毒 還說當時那個病毒的情況 具體的情況和很多人感染 再加上跟官方不符合的一些資訊 當時是被指為 發佈轉發不實訊息 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跟著被公安傳召 要去談話 這個例子就是你看得到 即是說一個醫生 如果在疫情期間 他發佈一些跟官方不同的口徑的資料 而可能是事實 而事後李文亮醫生 後來再感染去世座之後 是身後獲得表彰的 因為他真的披露了很多真實的情況 令到人懷念他 亦都官方不敢將他抹黑 所以去到後來在北京舉行 全國抗擊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會 曾經缺席的時候 引起很多人不滿 這個李文亮醫生的例子 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當然一般情況之下 披露什麼解放軍導彈基地 這些是犯間諜罪 這些無從爭議 但是當出現了一個疫情 這個疫情不是很久之前 是幾年之前 而一個李文亮醫生去披露了 武漢當時的疫情的情況 他就遭受到這樣的公安的文化 以及說他是失實 這些吹哨人 以及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時候 可能會觸犯到現在 香港打算立23條的法例 這就是最大的 令人擔心的問題 沒有事當然是沒有事 有事在上來 譬如疫情 或者我剛才所述及的情況 包括疫苗的效能 或者重大的疫情出現的時候 官方想掩著不說 而你去說 這些都可能會觸犯到23條 因為香港特區的律政司 口口聲聲話 因為在一國的國家安全之下 香港特區的為 訂立23條的國家安全法 也是服從於中國的 所以這23條 關於這些國家保密法 以及港版國安法 其他顛覆什麼也好 都是跟從中國的 你跟隨中國 中國在這方面的法例 你剛才說的 李文亮這件事 其實他自己也有一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訊息公開條例》 他自我矛盾 好像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訊息公開條例》 裏面的第二章 說得明 第二章第九條 行政機關對符合下列 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 應該主動公開 一、涉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撤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及參與的 三、反映本行政機關構置職能辦事程序情況的 這個第二章第九條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訊息公開條例》 是說李文亮當日去爆這個所謂的新冠病毒 這些內情的時候 他完全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訊息公開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訊息公開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訊息公開條例》 因為涉及公民撤身利益 是不是 沒有用的 以及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 是不是 就是被公安抓他 說他散播不實訊息 沒錯 然後很快就死了腦襯 然後跟著這個國家 亦都是同一個政府 是竟然和他平反 人都死了 是不是 這些就是 你現在香港特區上面那個祖國 對於所謂官方國家保密法 那個界定和那個認知 中間這些 此一時 彼一時 以及下面執法那種混亂的狀態 其實不止李文良醫生 在當時武漢還有很多公民記者 就是說普通人 但是他激於這個意憤 以及想說真實的話 包括一個前律師陳秋實 還有一個公民記者叫方斌 張展這些人 當時也都在微博 或者微信 去講很多有關於武漢疫情的真正情況 但是怎樣結果呢 部分人被拘捕 因為尋釁滋事罪 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亦都有一些是突然失蹤了 不知去了哪裏 這些公民記者的遭遇 與李文亮醫生比較 其實更加悲慘 李文亮醫生 都是一個有頭面的人物 亦都是一個醫生專業的身份 不至於是要這樣的結果 但是他最後都染了疫情 接著就去世了 證明他講的全是對的 中國方面當初拘捕李文亮 就沒有說他是違反國家保密法 也沒有說他顛覆和分裂 就是那條罪叫散發不實信息 起碼沒有告尋釁滋事 沒有判幾年徒刑 但是起碼是違反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信息公開 所以這個李文亮醫生的例子 我們一定要記住 因為這件事是牽涉到香港將來 所有人的一個公眾利益 當有重大事故發生 我不管是疫情、戰爭、金融的事故 政府如果不披露 你去披露 這一點你就會觸犯到這個23條 我所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說要香港立法23條 對於香港特區和中國國家的機密 要有這八大範疇的規管 還有依照鄧炳強說 只是政府文件裏面 沒有合法公開權限的 如果你爆了就拘捕 其他什麼都沒事的話 起碼你都要參照中國 另外立一條詳細的信息公開法 是不是 當然啦 大陸都有的 記者問過鄧炳強局長 他說如果在重大的公眾利益 的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有一個例外 他都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那你香港特區有沒有同時 立一個叫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政府 信息公開條例 你應該兩副法典是平衡 然後 好像鄧炳強所說 凡是竊取 有政府說到明 是秘密 或者機密或者絕密的這些文件 是沒有合法公開權限的 就拘捕 所以兩種而已 基本上第一就是政府公務員 第二就是 偷偷地走進去政府部門 偷取這些機密的記者 這個呢 就算是說第二種 偷取機密的記者 如果在這種 香港這種狀況之後 還夠膽在什麼明報信保律登出來 而且那些總編輯夠膽看用的話 都還有一條叫 信息公開條例可以抗辯 因為根據中國自己這方面的 信息條例的第二章第九條 是涉及公眾設身利益 以及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 再加上香港的普通法 再加上英國的這方面 那個CLIDE POINTING 那些案例的陪審團 你幾樣東西有齊了 那這個23條立法 關於國家機密的 就可以說服西方國家 或者投資者 告訴你 你這個呢 是跟外面是一樣的 是不是 他經常援引英美的 這些有關於 這個叛亂 或者是間諜罪 作為一個 合理化的例子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你不要忘記在西方的國家 無論是英國或是美國 他有一個民主的政體 這個民主的政體是去平衡或者保障 政府不會濫用這種法例 法例很多時候寫得很辣 亦都寫得很嚴苛 但是因為政府 往往是要擔心 他的施政的一個合理性 和他那個 有沒有機會下一屆繼續執政呢 他會考慮到 會不會用一種這麼辣的手法 去實施這條例 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被發現說謊的時候 那麼他的政權 他就可能會下一屆不能執政 亦都在第四權 即是新聞自由和重大公眾利益的考慮之下 他很容易會被選民 會覺得其實這個政府 是不合法 或者是他不誠信 那所以 為什麼你引英國和美國的例子 我覺得不恰當呢 是因為現在香港的 完善了的選舉制度 已經不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制度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中國大陸的委任 和陰子的人選 這個情況之下 你怎麼能夠 你用回英美的 防跌法 或者是機密法 作為一個合理性的解釋呢 因為你現在沒有一個平衡 現在是 他所界定的這些 所謂的 什麼叫國家機密 關乎於香港社會經濟發展 這個 裏面 如果我去推測 比如說 你剛才說 要下石屎田海 明天大嶼 或者發展這個 北區大都會 這些基本的工程 是吧 有沒有投標 第一有沒有投標 第二給了哪家公司 是吧 如果給中國官方 這些建設公司 特區政府 是吧 外判 給他 是用什麼 的價格 其中 多項的合約 裏面 裏面 那個銀碼 架木 等等 有沒有 是經過公正的審議 如果 如果 現在還有記者 用他的方式 突然間 拿到一些數據和文件 你明天大嶼 或者北區大都會 你某一個 填海 或者收地 或者 那個 起樓 起商場 那個工程 是判了給那家公司 裏面 那個銀碼 是很大 以及涉嫌 是有人 抬底 收取賄購 那家公司 承包的那家 是國企 不用說的 名義上一定是 當你爆了出來之後 中國 是事後補飛 說這個是國家機密 是吧 請問 那時候 香港特區 拘捕還是不拘捕 這個是很重大的分別 按照保安局長 1月30日說的 就是你先要 界定和標籤了 那個是秘密文件 confidential secret 然後你明知道 然後走去 偷取 或者從公務員爆出來 你是重招 是不是 但是 以現在 李文亮那種案例 或者 以後這些 投標招標裡面 那些價格 或者台底 有沒有交易 等等 如果這些 數據 或者資料 是有人爆了出來 明顯 它爆的時候 它獲得的時候 是在電腦裡獲得的 是吧 亦都可能 裡面 是 那個公司寫到明 那個公司 那家始終都是公司 不是政府 那個田海工程 或者那個 土木工程公司裡面 當然公司也有商業秘密 是吧 公司高層 都可以傳閱文件 只可以讓董事局知道 那個傳閱文件 上面 寫著 不能外竊 但是如果這家公司 是不是國營 是吧 如果國企裡面 這家公司 這些機密裡面 是有 損害香港公眾重大利益 而有人爆了出來 這樣 是不是 二十三條 它中招呢 這些就是 香港社會 各界 長期擔憂的灰色地帶 你說你明知 你說你明知 是國家機密 你要說明知 有很多事情 我當初爆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或者它沒有標明 是國家機密 但是我認為 我以一個記者 我認為這個良心 或者用常識這樣 是危害香港公眾利益 我爆了出來 事後大陸補飛 他說這個是國家機密 因為我現在是國企 因為管理國企 他是黨委書記 你不會這麼天真 是吧 鄧炳強局長 說的 難道只是針對 那少數的公務員 甚至是你說的 高級公務員 沒有可能立一條 二十三條裡面 是針對公務員 以及紀律部隊裡面的高層人士 以及記者 沒有可能 因為這二十三條 涵蓋的範圍 你看到是上天下地 入海 傳聞街 這個波及 所以這個機密罪 不會只是針對政府文件 一定是針對所有 包括傳媒 包括社企 包括公營機構 包括外國的記者 因為這個範圍 剛才我所涉及 例如香港的經濟發展 特區和中國的關係 這些範圍是很闊的 闊到是真的 任他所說 剛才我們說的 已經是很多 李文亮醫生 你說明日大嶼的 這些發展計劃 或者將來 香港可能有機會 再出現的疫情 甚至有機會的 戰爭危機 這些種種 都會成為了 二十三條裡面的 不能夠披露的內容 現在它沒有寫進去 如果有重大的公眾利益 或者是 這個 資料披露的自由 這些是不會寫進去的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足及的 除了你說商界之外 就是大量的 外國的社企 或者是他們的這些機構 你不要以為做慈善 外國傳媒 包括 外國記者會 它是不是應該續約 或者有多少間應該留下 我想他們已經看著 23條文件 立法諮詢 所以將來 如何執行 另外就是 西方各國 或者香港各界 看看你三年來 執行 港版國安法 先來 或者以前的紀錄 是不是 我膽落時間狼 我覺得立完 23條之後 首先中招的 不會是任何公務員 或紀錄部隊 一定是傳媒 一定是外國記者 先中招 先落獲 這一點 基本上已經沒有原念 說回那場科克蘭戰爭的 涉密的案子 Clyde Pointing 戴卓爾夫人 那時候是鐵梁子 聲稱告 也是告那個公務員 而爆出 Belgrano 這宗案子 寫文章的記者 以及發表這張獨家新聞的 衛報總編輯 是沒有事的 這個Official Secret Act 在英國來講 整百多年 都引起過很多紛爭 他也修改過幾次 最近一次修改 也是受到人批評 但是第一 英國是一個 再說一次 司法獨立 以及三權分立的國家 第二 你這次來講 這個23條的立法 你說明是參考英國和美國 還有這些 新加坡 另外就是23條 你說明是不會把人犯 遞交大哥 好了 還有要說明 是不是以普通法概念 來檢控 以及抗辩 如果是以普通法的話 是不是你可以參考英國 先例 是准許陪審團 防止 涉取國家機密法 近年來 在英國引起爭議 就是 隨著網絡訊息 以及IT 電腦技術的發達 是越來越難 倒折 國家機密 各方面的洩漏 是不是 是誰放料 都很難查 你說福克蘭戰爭 那件事 就知道 是來自Clyde Pointing 現在這些可以是黑客 走進去 你那個 國家檔案 或者 這個 電腦系統 裏面 製作一件事 然後 在外面的網絡 那裏放 放了之後 然後你香港的傳媒 又或者香港任何的市民 pick up 在他的Facebook 或者社交媒體 那裏轉載 那這個人 會不會將來 在23條 洩漏國家機密 那裏中招 這些是全部很重要 很重要的灰色地帶 以及問題 一定要解答 因為這個是關乎 基本人權的問題 特別是另外一項 有關於中國 和特區的關係 這個含糊到不得了 什麼叫做關係 舉例 這個也能解釋得到 譬如說 上面 這個叫做港澳辦主任 通知 下面這個叫做香港特區政府 某一個政務司 是不是 有一項文件 下頭是政務司司長 那個助理收到 哇 你現在叫這個叫政務司 比如說叫陳國基 李國基 你叫他這 半年 未來半年 不要露面 不要說那麼多串 低調些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考慮 切換現在這個特首給你做 這個就是跟中央和香港關係 而他那個 政治助理 你現在看到 發現 喂 我覺得現在這個警察 特首做得不錯 為什麼要我這個老闆 你這個老闆是廢的 為什麼要我這個 取代他 如果他爆出來 在明報或信報當作 獨家消息 那我問一個傻子問題 如果有人披露 一定要是政府文件 一定要披露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是confidential secret 還是top secret 這樣就沒問題 當然不會是這樣 記住鄧炳航標準 他講的 知道嗎 是不是 如果披露了一個情況 說中央是陰點了誰 下一屆是特首 這樣會不會犯了這個 披露國家的秘密罪呢 因為如果你告他 那就是說 真的有陰點 這個是秘密來的 如果你不告 他披露了出來 如果事實上是真的 那又是怎樣呢 這個又是邏輯問題 等於是 紅線原理 說上次劇協 就說諷刺有紅線 結果真的 斷你預算 然後不支助你 那就證實了你有紅線 這個原理一樣 如果披露一個情況 你知道每一屆都會 每一屆都會 說中央會不會陰點了誰 已經是特首 例如 其他人不會出來選 如果將來有記者 報道這種情況 那會不會披露了 國家的秘密呢 首先 你這個特區政府 一定要說 這個如何保障 香港的新聞傳媒 如果洩漏 或者刊立法 這些所謂的國家機密 他沒有罪 但是以前在英國 就問那個報紙總編 叫他交人 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 他交不交人 他交不交人 就決定到 政府是拘捕他 還是沒有附 因為 英國的官方保密法 定得很清楚 要拘捕那個人 就是洩漏 政府機密 那個人 而不是傳到 第三 第四 第五 即轉載 或者引述 那些都沒有事 所以 這些無數個 未解答的問題 在未來一個月的 諮詢期 現在沒有事 那些所謂的黑暴 那些騷亂的人士 已經拘捕的拘捕 潛水的潛水 只要面對一個這樣的環境 就是香港普通的市民 當然不是那些清潔工人 或者是視影 那些關我鬼事 而是精英階層 投資者 企業界 傳媒 有這麼說 其實現在23條的諮詢 是不關你們的 我意思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因為根本上他是不理你們的意見 現在最重要是 看看外國投資者 外國領事 或者一些財團的立場 他希望去解說 是這些對象的 所以其實大家聽了我們這麼久 你得知字 是沒有關係的 對於你們來說 還有其他的範疇 例如如何禁止外國組織性的組織 這些我們下一集繼續 今天我們繼續 回到昨天 開講立法23條的爭議 昨天那一集 我們正是講立法23條裡面 所涉及的竊取國家機密罪 講了一個範疇 只有一個範疇 講了四十幾分鐘 其實已經不夠了 因為23條是涵蓋的 範圍非常廣 正如我們昨天也講過 裡面很多是跟這個 港版國安法重疊 不過是經歷過三年 有關方面 有人左想右想 覺得那時候 去中國人大常委 是通過這個 港版國安法 還有很多粗糙的地方 中國人立法那些條文 當然有很多定義模糊的 又或者覺得未夠辣 又或者覺得有些疏鬆 所以這個基本法的 立法23條 除了那些什麼 房間諜 涉取國家機密 這些 就在港版國安法 那些已經講過的地方 是一一加辣的 今天我們就研究那些範圍 陶先生 其實昨天做完節目之後 我都繼續做功課 因為一時間看這麼多條文 都難以消化 但是我越看越擔心 越看越震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 我也講過了 這個新的23條立法 有兩大範疇 其中一部分 就是定立新的罪行 一看叛國及相關行為裡面 定立的新的罪名 就是引力叛國罪 我通常一想 什麼叫做引力叛國罪 有些人叛國都不會到處讓 為什麼叫做引力 原來是動詞來的 這個引力 就是說你不去舉報 幫他隱藏 原來 這個法例是這樣的 這次的諮詢 如果知識另一人 已犯正在犯 或者即將犯叛國罪 你需要盡快向警方披露 否則即屬犯罪 即是你知情不報 簡單說 如果你知道有人犯 犯叛國罪 或者即將犯叛國罪 你不向舉報 你即屬有罪 這條條文很辣 首先 就是什麼叫叛國罪 這是詳細 我們未知 在他的諮詢文件裡 這樣說 鼓動外國入侵 在戰爭中 相助 敵國 這些言言 也不限於戰爭 鼓動 暴動 發動暴動 或者暴亂 如果你知道一個人 已犯正犯 或者即將犯這些行為 如果你不舉報 都會犯罪 這就是證實了 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 在這個 和特首的交流會 所說 叫做法家治港 是吧 連莊 要告馬 那時候 雙央 幫秦皇 這個變法 在裡面 要用嚴刑重點 就是說 一家犯法 十戶連鎖 整條街都拉起來 還有 鼓勵那些人 要告密 那這個方面 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 這個叫做 國家安全法 或者這個 間諜保密法 英國 美國都有 英國 美國沒有這條罪的 這條是巡律 是吧 這個只有 一條叫做 Aiding and Abetting 這個Aiding and Abetting 是同謀的 是 不是說 你知道 以犯 正犯 或即將犯 你不報 都要告 這個 在外國 是沒有的 可以這樣說 OK 同謀 共謀 就有 共謀 叫做 Collusion 這個 也都有 清晰的界定 這些 就會搞到 香港 中國人的家庭 是暴風捉影 這些 挑撥分化 是中國 法家 那種專政以來 最為 善用的強項 不是怎樣 會要你 一家人 子女 鬥父母 老婆 鬥老公 文革的時候就是這樣 犯法 因為裏面有很多 含無的問題 因為知識 另外一個人 已犯 或者正將會 犯這個叛國罪 裏面是牽涉很多的 一個 證據的問題 你怎樣去證明 一個人知識 而且他說 將會進行叛國罪 將進行 這個是Future Tense 陶先生 就像我們說的 Tom Cruz 那一套未來報告 即他未犯這個罪 但是 我將會知道 他犯這個罪 所以我就要 舉報他 喂 這一點很容易 造成很多 私怨 很危險 這個 在社交群組裡面 是的 還有工作單位 家庭裡面 都會用 因為我跟你不對 對不對 我就可以說 你即將有意圖 犯這個叛國罪 我就去舉報你了 因為你未做 但是我都可以舉報你 因為我為了自保 這個是這樣的 我坐在你旁邊 為了自保也好 為了你 妒忌 那個人長得英俊 或者升級多過你也好 是的 你是不是都先告了 是不是都先舉報了 至於那個人 你的目標人物 是不是真的 在干犯 緊叛國罪 不重要的 或者即將想叛國罪 就是另一回事 這個是警方的責任 你說 我感覺到 他想正在 是策劃一看叛國罪 是的 即是 李家超說 李謝偉俊的言論 是令我覺得 是有這個黑暴的成份 是吧 很危險 因為他用的字眼是知識 我不知道英文是什麼 知識 因為他 舉證的責任不在我 決定究竟是不是叛國罪 我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檢控方 是吧 但是我要知識 我打了電話 但是我要知識 我這個有矛盾 我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判斷 是不是叛國的 另外我也沒有舉證的能力 但是 但是我有知識 那怎樣去判斷這個知識 和證據之間的關係呢 我不管了 我為了自保 因為如果我不舉報 我有罪 於是我是不是要先舉報了呢 好了 另一個範疇就是叛亂線或叛變罪 訂立的新罪 這裡可圈可點 就是加入與中國武裝力量 衝突的武裝力量 意圖或妄固是否會危害中國主權統一領土完整 警惑香港特區整體公共安全 而在香港特區作出暴力作為 這些作出暴力作為 都不知道是什麼中文 作為就已經是作為 好了 為什麼要加入這條 加入與中國武裝力量 衝突的武裝力量呢 因為 在近一年以來 就有很多香港BNO的人士 移民了去英國 他們找工作 有些年輕人說 有些 不知是多少 香港的BNO申請人 那些年輕人 在英國加入英軍 後備軍 甚至有些人說 喂 我們加入做英軍 這樣 現在的英軍 就不是與中國 是處於一個戰爭狀態 但是英國 是美國的忠實盟友 以及北約國家的重要會員 這條增加的罪 我猜 我推論 就是 針對現在香港 有些人移民了去英國 就說 要加入英軍 這個 中方和特區政府 就不知你想加入英軍 是不是只是與俄羅斯開戰 我加入英軍 是因為 是義憤填膺 針對俄羅斯 侵略烏克蘭 也可以 但是這個 就是有鑑於 很多年輕人 去了英國 加入英軍 但是這樣 很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身的大陸人 去到美國之後 都加入過美軍 在美國的航空母艦 來香港的時候 我記得前十年八年 有些朋友上去參觀過 都看到美國海軍裡面 有兩張黃面孔 那些不是土生華人 是加入美軍的大陸人 那些姓XYZ 所以這個叫做加入 與中國武裝力量衝突的武裝力量 這個一定要清楚 是當你中國和美國處於戰爭時期 在宣戰之後 而有一個香港人 不知道在某個地方 加入了美軍 又或者中國和日本宣戰 在日本是加入日軍 這些詞彙很模糊 加入與中國武裝力量衝突的武裝力量 那是不是現在 去阻嚇 現在 在英國的BNO 那些香港人 加入了英國 你很快點退 第二天 我跟英國佬開火 現在英國和美國 是大家盟友 你自己醒醒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你自己想 陶先生 你說的這部分 牽涉到戰爭 或者叫做敵對的武裝力量 牽涉到的機會 是相對的小一點 但是下面的煽動罪 我就會更加擔心 因為它現在修訂的煽動罪 是管友煽動刊物罪 就是會判囚一到兩年 現在它會整合成為六項 涵蓋的範圍是什麼呢 其中一點 很容易中的 就是意圖引起香港居民間 或者中國不同地區居民間 的憎恨或者敵意 就是說 香港人裡面 如果你引起他們互相的敵意 或者引起香港居民 和中國大陸的居民之間的敵意 或者憎恨 你都會 中二十三條煽動罪 這些引起的敵意和憎恨 我不知道小紅書 比如說小紅書說 某間茶餐廳的服務態度不好 或者一些東西難吃 那是不是引起敵意呢 這一點 又或者其實 譬如說 有一些中國大陸的人 在之前下來 洗錢消費 不like 然後在那裡嘔鬥 這樣報道 或者好像前一陣子 倫敦那個 Dr.K事件 那些小粉紅走過去 要他刪片 然後引起中間的衝突 去報道的時候 那又會不會引起 香港居民 和這些中國大陸的人士的敵意呢 這些全部 可能都會 中二十三條 這個鋼琴絲事件 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三名 拿著中國旗的中國人 就走去挑機 挑釁這個鋼琴絲 叫Dr.K 事後一番胡鬧 不止是香港 引起中國大陸 大量的網民 說人身攻擊 這個女人張寧 另外那個叫冷雪蓮 然後說她 令到中國人蒙羞 令到中國人在海外的形象低落 這些是算不算 算的 其實 因為如果這樣的情況 你報道完 這個 所謂的新聞 之後 其實中國不同地區的網民 都攻擊 剛才那三個小粉紅 包括那個劉蒙詠 這個女子 現在這樣的情況 已經引起 不同中國地區居民間的 憎恨或者敵意了 還有什麼叫做不同中國地區之間 你怎麼界定地區呢 地區 不是說城市 可能是上海的普陀區 憎恨這個洪口區 或者習北區 就憎恨這個徐匯區 都已經可以了 鋼琴絲事件 我認為 是觸犯將來香港的23條 就是這三個五星期的紅色戰狼 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 是對Dr.K那種挑釁 以及引致幾百萬的點擊率 以及國際的留言 是令到中國人受到憎恨或者藐視 根據大陸的社交媒體的認證 說你們三個在那裏外面搞 搞到我們沒有面 搞到我們受到羞辱 那是不是應該23條 如果這個鋼琴絲事件發生 在23條生效之後 是不是應該拘捕這三個 我覺得引致中國不同地區的憎恨 是被人憎恨 是被國際憎恨 就是這三個東西 還有一點 這個煽動罪如果要涵蓋 應該涵蓋那些小紅書 或者任何網絡上的言論 引起中國或者香港的居民 對於外國的仇恨 為什麼不涵蓋呢 這個也是煽動 你都知道周知無日 無論戰狼、小粉紅、大外宣 都說那些小日本、印度阿三 甚至美國那些有色人種 都是用一些歧視和煽動的字眼 去引起中國人或者香港居民 對於這些外國人的仇恨 如果這個煽動罪 23條 你應該涵蓋這部分 就是小紅書或者微博 微信裡面這些人的敵意言論 但是為什麼又不加進去呢 這些裡面 只是說這些不同地區的中國居民 和香港跟大陸的居民之間的 這些仇恨和敵意呢 這一點呢 這個煽動罪 似乎有些關門打仔 多於管教這些戰狼、小粉紅 所以你看看這23條 立法的草案 你火眼金睛 你看看收訂了什麼內容 以及增加了什麼新罪 就是境外干預罪 這條很厲害 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 首先什麼叫不當 任它說 干預中央或港府制定或執行政策選舉立法會及法院 履行職能等 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 干預中央或港府制定或配合政策選舉立法會 你行職能等 這個呢 境外干預罪 最低7年 最高20年 是訂立新罪 舉例來說 現在呢 中國呢 對於這個西方世界的敵意呢 是日漸增加 這些什麼南海啊 台海那些局勢呢 是時時充滿火藥味 還有呢 中港兩地 特別是中國 是正在呢 是和世界脫勾 它的外交政策呢 是日新月移的 是吧 千變萬化的 是吧 但是總趨勢來講呢 是越來越戰狼化的 如果有一天 是吧 中國政府 或者呢 香港特區政府 突然頒布一條規定 是香港所有的天主教堂 基督教會 在望彌撒 和呢 禮拜日啊 去這個主日學啊 等等的時候 那個教堂裡面 必須懸掛 中國國旗 凌駕中國國家主席肖像 包括啊 香港的天主教 教堂在內 如果上面 或者特區政府 這個是一個政策啊 頒布一個新政策 或者新規定 而香港的天主教徒呢 是代表不滿 用電郵 或者種種的形式呢 就 向梵蒂岡請願 就請梵蒂岡呢 就向香港特區政府 施壓也好 交涉也好 叫他們不要這樣做 那樣呢 就已經呢 是觸犯這個23條 是不是呢 因為呢 你是符合了配合境外勢力 去干預 特區政府制定 或者執行政策 不用這麼複雜 你講的例子呢 可以很簡單的 現在修訂的社團條例 在23條裡面呢 是可以禁止任何本地組織 不限於社團的運作 亦都可以禁止境外組織 在香港運作 聽上去很簡單 但是你剛才舉的例子 十分之好 最首當其衝的 除了你講一些社企 或者一些慈善組織之外呢 教會是一個最大被涵蓋的範圍 教會到底是宗教團體 還是政治團體呢 這個就視乎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政治需要 是不是 因為你都知道 香港的教會 在運動期間 亦都分化了 有些是偏藍 有些是偏黃 亦都很多教會的牧師 是支援很多年輕人 有部分可能已經遠赴海外 這種情況呢 其實 所有的特區政府都知道 知道哪間教會的取向是怎樣 所以這條修訂的社團條例 你不要以為是針對教協 或者香港記者協會 或者香港記者協會 這類的很明顯 要求新聞自由和民主的組織 其實下一步 這是一個針對教會的部分 隨時可以停止你 不讓你再 或者在戰爭時期 或者任何時候 其實那時候你是宣佈戒嚴 或者叫軍管 就一了百了 根本不需要 其實國家安全最主要 是防範本國 受到軍事武力的威脅 或者是顛覆 戰爭裡面提到很多次 還有就是新聞傳媒 外國記者俱樂部裡面的外國記者 算不算他們代表是傳媒 還是政治勢力呢 華爾街日報已經多次被特區政府 點名譴責 說它靈人發指、虛構等等 是一種懷著非常有戰狼色彩敵義的抗議聲明 華爾街日報經過這些特區政府 白紙黑字的譴責紀錄 是否已經被視為一個外國的政治組織 還是一個外國的新聞媒體 因為你有白紙黑字這樣的定性紀錄 從此華爾街日報 在香港記者會裡面的那個駐香港記者的會員 他以後所寫的新聞、評論和報導 一舉一動 是否已經進入立法23條之後的視野 你提得很好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2002年的時候 所以什麼叫做境外政治組織 有關於23條立法 當時當然就是政府蓋牌 裏面他也提及如果煽動刊物罪 是容許以學術研究新聞報道 或者作合理辯解的 學術和新聞報道是可以不告你 或者是豁免了的 那新聞評論呢? 這一點呢 這次就沒有了 完全沒有提出學術研究新聞報道 作為抗辯的理由 反而用引力叛割 我們上次提到 這些情況 就是你知情不報 可以先進入你罪 即是如果我舉一個情況 即是如果有一個新聞媒體 旁邊這位記者或者編輯 或陶生 他正在撰寫一篇 有關於 可能和外國之間的關係的文章 而被認為是煽動罪 我立了這篇文章 我就不舉報的話 我就跟你一起坐了 那我就一定要舉報你了 這種情況呢 是可能會出現的 其實他是鼓勵這個告密的 因為這個知識 即是你知道 這是很大的灰色地帶 譬如說 我知道他正在玩這件事 但我怎樣判斷 他這件事是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是叛國呢 我怎樣判斷呢 我知道是一件事 我怎樣判斷是一件事 是嗎 是 這樣還有一件事 譬如說 有記者問 問李家超有關23條立法的諮詢 李家超的回應就是 尖銳的批評是容許的 但要視乎意圖 這一點 這個意圖怎樣呢 他説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意圖 或者用心 是受到法律的保障 如果你沒有意圖去危害國家安全 原則上是容許的 OK 這樣怎樣定義呢 用這番說話 李家超說的 尖銳的批評是容許的 是啊 但在立法會裏面 一個尖銳批評李家超 本事手法的謝偉俊議員 是不是 很明顯 李家超那天不容許 他認為他的意圖有問題 挑起矛盾 他認為令李家超想起黑暴 是非常危險 以及挑撥離間 沒錯 李家超認為謝偉俊這個人 當時在立法會裏面 這樣尖銳批評你 是有 企圖挑起黑暴的意圖 很明顯 但是謝偉俊議員 在這麼多年來 他的外號叫做西環契仔 他也是很清晰地 定為親中外國派 但是他何來的意圖 你如何establish 你對他的意圖的判斷 由他自己本人 李家超本人決定 謝偉俊那天的批評 算不算尖銳 還有一個陳靜心 更加尖銳過他 到底你說謝偉俊有這樣的意圖 那麼陳靜心沒有意圖 日日東方日報 頭版頭條 以及社論 也對特區政府非常尖銳 很尖銳 那麼誰有意圖 誰沒有 是誰判斷 起碼你那天 在這個記者交流會 答問大會 李家超是警告謝偉俊 我認為你有這樣的意圖 是不是 還有啊 幸好你現在在立法會那裡說 因為到目前為止 立法會對議員的言論 是有豁免被起訴的權力 如果你立法會 站出外面門口這樣說 我就是可以拉下來 根據23條就是這樣 因為你特首開了金口 知不知道 不是第二個 以前歷任的港督 不會輕易說這些話的 殖民地時代 港督不會那麼多口水的 因為港督出了聲 就沒有彎轉的了 所以最後射免死囚 是港督會和行政局 射免他的死刑 而改判終身監禁 因為是不需要轉彎 所以你說射免批評是可以的 怎樣為之射免有意圖 意圖怎樣決定 審死官 將來 一個特首 是認為你有這樣的意圖 下一個可能又認為沒有 是吧 這一點 政務司司長 不是 我每晚都跟 謝偉俊喝酒 操啤打麻雀 他很愛國的 有什麼意圖 但是政務司覺得他沒有意圖 但是你老頂說有 到時候審個字 這些是香港人最喜歡的 那你交給官 你跟官說 這樣 每人見官就不見三幾百萬 這些律師費 所以你一開始立法了這些基本法 裡面這個港版國安法也好 23條也好 一詞一定是水淨河飛 鴉雀無聲 然後呢 就等什麼呢 就叫做等案例 好了 等案例什麼呢 就看看誰凸過頭出來 有心或者無意 是被人下鍋先 然後看看會否判有罪還是沒有罪 有罪是判多少年 現在你要看先例案例來說 就是死人了 沒有的 誰這麼老襯 是去做第一第二第三個 做案例 然後說沒事的 他花了一千幾百萬打官司 原來那個官這麼好人 說他沒有罪 於是我們這樣做得了 誰敢出來做一隻 劇協被剪這個資助的例子 當時會長馮六德都說過 整件事除了是無理之外 他們是無任何的抗辯 或者上訴機制 魏法高說是 就是這樣 接著就剪你的資助 現在這個有關於禁止 剛才我們提及的組織的運作 包括社團在內 亦都沒有提及到 有上訴的機制 反而在2002年的 有 草案裡面 曾經提及 如果有社團被禁止運作 他是有機會抗辯和上訴的機制 現在這一條 即是現在2024年 是辣很多 以及根本沒有提及過任何上訴 和抗辯的機制 即是說 他說你是 接著他禁止你運作 你是無法反駁的 這種情況 亦都是 好像之前劇協的遭遇一樣 你是隨時中了招 你都不知道原因 你是沒有辦法去有個上訴 這一點 亦都會形成很多的組織 社團 包括 互助委員會 剛才我提及的教會 公民組織的團體 慈善機構 社企 這些全部都涵蓋 把這部份23條的監視 只要你有任何掌官 認為你的意圖 是有問題 或者是你的一些言論 好像劇協那樣 找一個詩儀去說一些 都可能會犯了這23條 於是他即時停止你合作 即是停止你運作 這一點就是 很多外國的機構 會選擇 可能撤出 另外再看看 本來殖民地時代 已經有的刑事條例 第九項和第十項 相關的煽動罪 這個煽動罪 你看它的修訂 修訂裏面 是增加一種說法 意圖引起 對基本法確定的 國家根本制度的 憎恨或藐視 或對其離叛 這裏面增加了什麼呢 本來殖民地時代 這個煽惑罪名 就只是引起憎恨 及劃離叛 現在加了一個叫藐視 這個要證明 是很容易的 因為只要你在網絡 世代 你一有人投訴 或者有 單單 你自己叫水軍去製造民意 說你說的話 是令到他憎恨誰是誰 這樣呢 以現在這些特區政府官僚的作法 接到投訴就已經是了 第二 就加一個叫藐視 怎樣為之藐視 看看 笑一下 都是這樣 藐視是怎樣去證實 第三 就是以前殖民地政府 引起 對女王制度 和香港政府 引起憎恨及離叛 現在 是加上一個 叫做 對憲法確定的國家 根本制度的 憎恨或藐視或對其離叛 現在中國的根本制度是什麼呢 都很難界定 是不是 有所謂叫做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不是 這個鄧小平所說的 到現在 是一種叫做 用習近平的思想去治國理政 他的根本制度其實 第一就是含糊 第二就是變來變去 習近平之前 江澤民時代 這個根本制度 用五個字來講 叫做 悶聲法大財 怎樣界定 是這個 中國憲法規定的根本制度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不是一個根本制度 但是 如果你說 社會主義 是馬克思 所創造出來 或者社會福利主義 養懶人 這個算不算 是你引起 或者意圖引起 一些人對中國 這個基本制度的憎恨 或者藐視 或者 這個 尼伴 社會主義 養懶人 因為 猛派福利 那麼 你懶人多 你妙不妙視懶人 當然妙視 你講 任何割韭菜 年輕人躺平 這類 都會中招 是啊 因為這部分 都可能 立入了煽動 引起這個憎恨 如果我說 我剛才所講的 我只是說 我只是抨擊 社會主義制度 我沒有講到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是不是 我只是說 馬克思列寧 留下的那個社會主義制度 是令全民懶惰 又不斷去講 不斷去找案例 你說 喂 我是引起 對中國憲法 所規定的 中國基本制度不滿 喂 你中國 叫做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說那個是 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養懶人 和害死人 那你說 那些 律政司的檢控官 你懂得分嗎 你是讀社會哲學的嗎 你是讀political economy的嗎 你是讀 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嗎 我不知道 總之我砌了才說 你跟官說 喂 法官知道嗎 這些是法官懂嗎 是不是 這些將來 沒有東西的 就全部收聲了 是不是 你連社會主義 社會福利 是不是應該派 是不是 說來說去 還有 隔壁那個可以舉報 網絡 小紅書 或者微博 微信 群組 全部可以舉報 這些就是 超級的寒蟬效應 是不是 其實香港現在的新聞 或者社會政治的評論 已經是沒有了 所以說回來 立了23條之後 香港更加簡單 全部都是官方口徑的新聞 也沒有所謂吹哨人 也沒有一些 以前那種 揭發社會上面 一些不公 或者裡面一些 不為人知的情況 因為隨時都可能會中了23條 所以 其實留在香港的 更加沒有言論自由 或者是不敢 出聲 不是 他說不影響你的 你照樣可以說的 是不是 不過這裡有很多機關 或者看下去疑似機關 還有很多鬼影蟲蟲 是有潛質在你周圍 可以告密舉報的 都不知道是什麼人 是不是 這2個信任的 特別是可以告密 大概是半個信任的 是有個信任 一向都認去 到 several信任 這2個信任 在這2個信任 你 去問一下 我問一下 你怎麼講 你才一看 這1個信任 他輸掉 已經以學術和常識的角度 指出這個諮詢文件裡面有一些字眼的模糊 和潛建之處 其實這個23條的諮詢文件裡面所曝露的問題相當之多 不是指定什麼叫做國家機密或者秘密的範圍 你現在爭持這個什麼叫秘密和什麼叫機密 這個只不過是最不重要的爭論 但是其實裡面真的是暴暴陷阱 處處地雷 不過怎麼也好 特區政府其實都知道 這件事對國際來說的觀感是相當有問題 所以早就說要組織一個應變反駁隊 這個名字聽起來很有珍星馳的感覺 應變反駁隊就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領銜 只不過鄧炳強的口才如何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你也知道這些反駁的對象 首先就是來自國際輿論 因為現在香港這個環境 那些心黃或者所謂的港獨 或者是參與2019、2020年那場街頭的騷擾人士 就已經是基本清零的了 那你根本的23條還要潛建加納和塞洞 綁那到底是為什麼系片呢 是對付什麼呢 國際環境現在是大多數擔心 香港的商界敢怒敢怕不敢言的 其實是對付中產階級 知識階層和商界而已 不是基層市民 只不過一個社會 由於香港 如果你要帶動經濟和不斷進步和趕上世界潮流 一定要由中產知識階層和精英來帶你 如果你走感一百幾十萬專業和中產階級 你的香港就沒有了靈魂了 所以你這個23條 你的立法首先要令到香港的靈魂要安定 本來已經走得七七八八或者走這樣一拳 起碼你要剩下那些靈魂是定心 然後走了那些回來 接著那些資金才會陸續回來 做不做得到呢? 特區政府認為做得到 但是BBC國際電視廣播這位著名串嘴的主持人 沙芙爾就明顯覺得做不到 這個BBC這些非常國際線和專業的電視訪談 特區政府這次就用一個什麼人去反駁呢? 當然就是香港大學英文系畢業的高材生兼現時行會 召集人葉劉淑儀莫淑 阿姐出陣了 我們看看她怎麼反駁呢? 首先一開局我們看看沙芙爾那個開局的言辭 就已經是釘死了 就說你現在香港明明已經有個廣板國安法 為什麼還要弄多一條更加辣的《基本法》23條呢? 我們看看雙方的對答先 《Beijing's Communist rulers》看到了這種計劃保持一條雙房的政策 所以 renewal��� 않을二十六年後 香港的自動用具看起來更輕鬆的 那以假才法 現在看到了 香港政府在決定 推測一條更加困難的 原理在2024的劉沙芙爾 Well, our national security law mandated by Beijing is not draconian at all. It is far less comprehensive and sweeping tha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that your parliament enacted last July. You know, you created a lot more new offenses. Our national security law enacted by Beijing i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you have. What you have is far more stringent, comprehensive and draconian. 首先,這個葉劉的對答,我都覺得 如果你在英文的程度來看 那個沙芙爾那種開局有些天馬行空 和輕鬆得來它用了,叫convenient fiction 說你現在一個兩制已經淪為一個 是令中共隨心所欲的一個神話 Fiction本來是指一些通俗的小說 就跟novel不同 也都跟story不同 也都跟神話miss不同 但是呢 我們如果翻譯來講呢 是有時不需要根根計較 字面上面的對嘴譯的 所以這個叫convenient fiction 如果你叫我翻譯呢 我認為就是在這位BBC主持人的眼中 你現在一個兩制已經淪為一個任由中共與取與葵 隨心所欲的神話而不是事實 那你看葉劉怎麼回答呢 他就說 他說國安法立法一點都不嚴苛的 比起你們 你們那個國會 近年 對於你們自己的官方保密法 國家安全法等等 就說國安法立法三大堂 對於民政法一大堂 要在那本中主持人的 這個日子是在香港 dzisiaj 亦仲是雙含想 是有藉口的 怎樣呢 就是我看到 在中文洋國安法立法 他在中文洋國安法立法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很大堂的 一個好問題 也是一種不同的 以後 以及是否答對所問呢? 我看到這篇BBC節目的訪問 我要讚賞一下葉劉淑儀 因為她真的做足準備上去 去講述特區政府對於立法23條 甚至《國安法》他們的世界觀 當這個主持人問到是不是嚴苛的時候 正如你所述 她就用英國的國家安全法案作為一個反駁 另外提到執行的時候 主持人就說要視乎執行的手段 她就舉了檢控少於200人 以及只是5間公司 她用數據去作出反駁 你看到葉劉,我不可以說她唸書 但也可以說她之前已經準備充足 但是我覺得整個訪問裡面是答非所問的 因為主持人除了開頭的時候讓葉劉淑儀表演之外 她設入的問題就是說出 在2019年的社會運動裡面 根本就不是想著香港獨立 以及要顛覆香港的政權 只不過年輕人和示威者是要求 一國兩制和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 但是葉劉淑儀就把那個焦點 就向了說這群人目的是顛覆政府 這一點我就覺得葉劉淑儀既聰明 也都浪禮 因為主持人其實已經提出了 我們客觀地也都知道 當時很多的不同的聲音 甚至一百萬人上街 還有很多的所謂和理非 都不是要求香港獨立 要求香港獨立只是一部分很少 甚至可能是鬼的人 但是葉劉淑儀就把這個少數的香港獨立的要求 當成整個國安法 甚至現在23條 立法和嚴苛執行的一個合理性 這一點 你看到其實很多的中國的官方喉舌 甚至親中外國陣營 他們已經統一了整個故事 這個叫做定性 定性就是說 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要求 維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當時反對送中的運動 定性為香港獨立 和顛覆國家和香港政權的一個社會行為 所以他們變成他們立23條和國安法的合理性 這一點 我相信其實主持人是知道 和也都是明白 這個葉劉淑儀是在那裡自說自話的 不過觀眾的眼睛是雪亮 和所有人是清晰的 他們現在他們兩個人在說的說話 是不是同一件事 也都我覺得 BBC有些過分地給葉劉淑儀表演 這一點 不過不要緊 這個是BBC的性質 好像你經常說這個電視台 有時候都陰陰陷陷陷的 就是把一些葉劉淑儀的 也會做到的 當然你說政客迴避問題 這個是經常看的 但問題是要迴避得漂亮 而不是迴避到好像指鹿為馬一樣 葉劉這種典型是中國式的思維 這麼多年來他做了中國香港的保安局局長 甚至是行會召集人 他自己種種的詞彙感情就已經全部歸邊了 所以這個也看得出現在中西文化 是一個非常之尖銳的分歧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第二段 就是當這個主持人沙芙爾 是問到你立法還立法 你說我們英國 種種的國安法 這些機密法 我們是有的 但我們沒有你們一個概念叫做軟對抗 叫做soft resistance 到底這個叫做軟對抗是什麼呢 你看看沙芙爾怎麼問 然後葉劉怎麼回答 時代發大聲 這應該是中文化 他說他需要進行進步 他必須為我們對抗戰 作出生意的 什麼意思 does he mean by soft resistance it's not for me to define what our chief executive has said you know but i can tell you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enact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only fill two gaps in our law in creating the offense of secession and subversion and we have a constitutional duty under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to prohibit seven national security offenses and that duty has been outstanding for 26 years so we plan to do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said that we should complete that duty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葉劉這裏就答得我覺得就很有他個人風格 對於什麼叫遠對抗呢?這個主持人說你們特首李家超常強調什麼叫 soft resistance 是什麼呢?葉劉竟然說It is not for me to define 他說這個不是由我來定義的 喂大哥那個雖然是李家超的說法 但是你自己都是行會有頭有面的召集人 港督會和行政局的殖民地時代 你身為行會的領導人 你應該在這個時候你講明叫做反駁 反駁的話李家超特首就是你整個特區領導層 包括行會的團隊裡面的一員 身為阿姐呢你就很應該趁著這個珍貴的機會 向英國和全世界解說 中民所謂的遠對抗到底是什麼? 現在人家是單刀直入你說你仿效我們英美怎樣立法 但是我們沒有一條的法例是要規管和檢控所謂的遠對抗的 為什麼葉劉不回答呢?阿鮑先生 當然啦他就很技巧 他說不可以去代行政長官去解釋他的辭令 那麼這一點呢都可以說他真是很勞煉和聰明的 等於西方很多時候的政客所說的不與自平一樣 那麼這一點呢當然因為他都不能夠去Define 真是那個遠對抗 因為這個遠對抗呢現在是變成一個 我用人話說叫做萬能key 萬能key就是任你說 政府或者有關官員包括李家超本人 他就覺得你的言語像黑暴就是黑暴 好像謝偉俊那次在立法會說的話一樣 所以葉劉淑儀呢這個雖然他現在是歸了邊 他現在是代表官方要走去世界裡面去說好這個23條的故事 但是事實上以他的特別用英文的言語呢 根本是不能夠有任何的足夠的詞彙去解釋這個 這個所謂的遠對抗 因為這個字眼呢翻譯過去英文是很可笑的 你即使用任何的terms去解釋這個遠對抗呢 你只會變成一個鬧劇 所以葉劉淑儀是很聰明 他迴避了這一點 沒有去回應 這個就是我去讚賞他的地方 也可以說說李家超那天 是炮轟這個謝偉俊 就說謝偉俊的言論令我上起黑暴 我當時就說你李家超一個人上起黑暴而已 其他人你身邊的人陳國基啊 葉劉這些會不會同樣上起呢 今天呢 葉劉對於遠對抗這個叫李家超招牌的名詞就說 我不方便或者我不懂得跟他去定義 即是說你李家超腦海裡面那個遠對抗 軟成點 硬成點 你身為一個握槍的陽光性的男人 你的軟硬程度 因為我葉劉這位中年和嬌桂碧的婦女 老海中的想像和感應 是有很大的不同 你遠成點我怎麼知道 你可以硬成點我Regina怎麼想像 所以在這個Sakou這個BBC的主持人面前 他就不回答了 這個就是正如你剛才說的 這個說話沒有辦法英譯 因為英譯裡面變成Chenglish 這個soft resistance 我不知道蘇格蘭牆警隊裡面 訓練這些警察去鎮壓暴亂 或者維持國安的時候有沒有一種概念 我不知道 這些李家超早年去過英國受訓 或者他可以針對BBC主持人 這個這麼重大的技術問題 由他自己去反駁 但是這個問題是連葉劉都答不到 或者不想代他的私底李家超去接這招 不想代他背鑊 但是你如果說整個特區的統治班子 是一個團隊的話 你們說你們應該就上場等葉劉開口之前 大家work out 就是說李家超你說這個軟對抗鬥 究竟軟成怎樣? 麻煩你給一個model answer 我回答了 是不是應該是一個團隊事先的合作? 對口型和對白 夾對白 夾口供的一個立場呢? 沒有啊 沒有你怎樣應辯和反駁呢? 我會說什麼呢? 別說那個多多的東西 那他給你整天講 他做了任何理由 沒有就要做抑鬱和反駁 你跟他做抑鬱和南無故 那他們說我現在是否有了 他呢? 是否有了 那裡不可以去調查 他就要做抑鬱和抑鬱和抑鬱 他是否有了 事實上去抑鬱和抑鬱和抑鬱的 看看他就要做抑鬱和抑鬱和抑鬱 是否有抑鬱的 公深女主角黃婉芝小姐的一個令到我非常有啟發性的金句 我們討厭政治 我們今晚就應變反駁的辯論精神 是由中學生 或者今晚歡迎那些老師 同學和我們一起看 當然BBC 葉劉 薛戰 英國霸權主持人這段英文片段 你們可以另外在YouTube那裡跟我們集一些片段出來 是評論其中的精要而已 這個葉劉是吵架的 當然是有一套 所以也不是假的 是不是 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 我們再看這一段 主持人就說 你現在中國大陸這個國家是欺負無聲的 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是不可以反對意見的 我們看看這一段的對答 我們葉劉是怎樣 以木桂英那種一個背部插著左三支右三支旗 這就是根國英雄的姿態 先剷回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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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更像母國人 當然你意思是中國 是的 中國是我們的母國人 是的 中國是我們的母國人 好了 看到了 葉劉是用到口口聲聲的這個詞 真是非常感性的 他說叫My motherland 我的祖國 他說 我現在不同意你對我祖國現狀的扭曲和抹黑 他認為在我的祖國 在My motherland裡面 仍然有很活躍的博客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也都因為博客和那些社交媒體的活躍 也都助長了很多創意的行業 這個意思就是很多大V 叫做網絡帶貨 賣牛肉 賣月餅 諸如此類 他說是絕對不同意 你是抹黑馬德蘭祖國 所以你看看這裡 我抗議 是不是 不過他抗議的時候 我覺得就 比起王毅那時直戚加拿大女記者 那個戚眉戚眼 那種翹嘴角 痴枝耳鼻的表情 我想就略欠這方面 不要演技 不要說演技 略欠那個感情 投入一點 是不是 你怎樣看這個叫My motherland 這個字呢 我看到 我覺得很感動 是 陶先生 容我呢 也都評論一下 這部分葉劉淑儀的表現 我覺得就有點失色了 因為他變成一個 好像你說呢 什麼 無靈上身那樣 只是在這裡 聲勢力竭地反駁 但是我覺得 既然他有所準備 這部分 我大膽獻竅 其實可以反駁這個主持人 就用回英國近日 被爆出來 在這個油務那個冤獄案裏面 去作為反駁 就說英國有一件冤獄 就牽涉那個軟件的問題 就令到很多的油務人員 受到冤獄 部分人士更加去世 他用這個例子來反駁回英國 其實你們那個 司法 或者那個社會 都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中國就反而沒有 可以借力打力的 這個是英國的主持人 都沒有得拼搏的 因為這次呢 英國的政府和司法系統 真的蠻糟糕的 如果葉劉做的功課做得足 或者對時事比較敏感呢 甚至可以舉起ITV那部電視劇作為引子 ITV那部電視劇就是拍了這個 油務人員被冤屈裡面 穿櫃桶底那件事才引起法庭 注意於是調查於是才水落石出 如果葉劉夠高呢 或者是做足些功課呢 他可以用電視劇作為設入 跟著反張這個英國一口 那就可以化解了呢 這個對於祖國的抹黑 就好像他這樣說 而並非木桂英或者無寧上身 只不過在那裏宣示主權 或者在那裏口說 這部份呢 我就覺得他失分了 對不起了 我就不收貨了 這部份 陶先生 就對於這個英國方面呢 那些香港的親中外國 平時做了很多功課的 說英國失業率高 英國倫敦通街那些是搶手提電話 不是刀仔腳大樹 是刀仔桶荷包 你可以說你們很多人躺街 還有你們英國到處火車罷工 你們的乘客沒有了 交通的自由 沒錯 很典型的中國式 不可以說詭辯 我有我的自由 我們呢 我們的高鐵是從來不罷工的 你們英國現在倫敦罷工 他們是從來不罷工 為什麼呢 因為就來大選 因為工會一定是暗撐工黨的 因為就來大選了 是跟工黨造勢 動不動就罷工 等到倫敦和大城市的英國選民 將那些氣出在執政黨保守黨那裏 你可以這樣說 什麼叫自由呢 那他在這裏呢 就似乎是未夠一些豐富的細節 是的 是的 My motherland 這個字呢 在這些對白裡 在英語的語義學裡面 這個叫overstatement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是相對於understatement 叫overstatement是怎麼說呢 又不可以說誇張 或蛇圈竹 我會這樣說 未必 是一個突然間出現一個羊 很poetic 是很詩異和很文學性的 一個這樣的名詞 這個suppose是理性對白 在討論你現在香港的狀況 那種氣氛和風格有一點點突然 你知道嗎 哦 是 就是好像 怎麼說呢 這個就是怎麼說呢 好像一群熟女 這個叫Hong Kong U的女校友 發霉了一場聚會 最後也有個 一群熟女 以及裡面露出一條bra帶 你知道嗎 不是說不好看 突然露出這個motherland my motherland my motherland 我的祖國 對英文來說 你的motherland當然是值得尊重的 英國也有英國的motherland 它的motherland就是太陽是河 就是蘇格蘭的peak district 山區 就是大笨中等等 但是中國的motherland的祖國長江黃河萬里長城 但是你現在說的motherland是指中共政權 這個是和祖國是兩回事 所以從辯論的角度來看 這裡有很多語意學和邏輯的問題 好了 最後一題是高潮 這個主持人就說 你們抓了很多人 包括47人 包括《蘋果日報》的老闆 而且未經審訊 還有至少有八個海外所謂的逃犯 你們懸賞一百萬 是要獵他們的人頭 這個是原文這麼說 而且你們的特首李家超 稱他做過街老鼠 叫做street rats 這句請問你葉劉有什麼回應呢 我們看看這一段的對白 我覺得 Mr. Lee 他們叫做street rats whom他想要看見 brought back to face justice 那種的言語 的敵人形態 的逃犯 你作為一個長期的 政策 很高興地移動 我認為 Mr. Lee 只是想要提醒 香港人們 我們應該要 我們自己的 從這些 逃犯 as much as possible uh what the hong kong police do you see you do you see i'm just interested do you se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hose who dissent from the current policie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s street rats they are not simpl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hey are people who have been involved in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crimes and wanted by our law enforcement agency i see nothing wrong with putting up a warrant for them even though they are out of hong kong 這段的對白呢 葉劉怎麼說呢 葉劉沒有回應的主持人所用的過街老鼠street rat這個字 他說這個只不過李家超是想香港人或者香港年鄉人 叫dissociate 和被通緝那八個罪犯是不要維持任何關係 但是這個對答呢 人家那個主持人是說 喂 你叫他做街頭老鼠 這種叫dehumanizing 是一種非人性化 其實他已經說得客氣了 是一種反人性和充滿暴力歧視的語言 因為在西方人的記憶裡面 在納粹時代 戈培爾做宣傳部長的時候 為了醜化猶太人 準備將他們分批送入 按照既定程序集中營業毒氣室 先拍了一套宣傳紀錄片 用蒙太奇的剪接 將猶太人的家居和老鼠出沒的橫街摘行那裡平衡並致 所以你一說到street rats這個字 在英文的語境裡面是非常之重的 其實在中文也是一樣 李家超說他們是過街老鼠 下一句是什麼 叫人人喊打 換言之 主持人說李家超用過街老鼠是英文所謂的仇恨詞會 是hate speech 這個仇恨是可以和猶太人在納粹時代被形容的那種處境相比 即是說 你將這八個人 就算你說通緝 李家超用到老鼠 還要是人人喊打 是不是暗示 下一句就是那些人見到他 或者他的家屬 老鼠都有家屬的嘛 家族的嘛 是人人可以過去吐口水拳打腳踢先 這個指控 就是說你現在特區政府已經銳變到一個什麼的水準和形態 現在問你這個問題 而葉劉也是好像第一條問題那樣 他是沒有回答的 是不是 就是說那個叫做軟對抗 他是沒有回答 這種閃避就不是說政治家或者政客的那種 這種閃避是應該怎麼說的 是不是 我真的不懂怎麼回答 你反駁嘛 首先你叫做應變反駁 應變反駁 你不應該先避 你避就是叫pass 就是說你派牌 你還要不要 你要嘛 要的你就迎戰 但是你說不要叫pass 不要就是pass 你只是求和而已 是不是 這些是達不到反駁 這個充滿活力 還有衝擊力的廣東話 或者是中文的那個內涵 是達不到的 因為你沒有回答的嘛 這種典型 葉劉淑儀剛才我所說的 他是有備而來 但是他有備而來 只不過是預先準備了他的廣稿 然後就記住了 還有用很流利的英文去講述 他不能夠好像西方人辯論 或者是一些叫做什麼 類似那些總統辯論的時候 可以因應對方的問題的情況 情急置身 或者針對對方的提問裏面的漏洞作出一個反駁 這部分呢 很明顯進入了中場之後 葉劉淑儀的表現是節節後退 因為主持人直接問到他 是不是否否認 李家超所說 用過街老鼠這個字眼 作為形容羅冠聰等被通緝人士這個稱號呢 他沒有回答 這一點呢 其實也可以用一些比較幽默的技巧 但是他當然是不敢的 譬如說他可以舉述這些老鼠 也有很多人拿來當寶 做寵物 這樣自養 有人都會對這些過份環保 或者對於愛護動物 偏執的人都會甚至養了很多這些害蟲 或者有害的動物 作為他們的寵物 你可以借力打力 或者是譚笑風生 將那個老鼠的話題呢 上天下海這樣去大開 扯遠 都可以 因為這樣呢 起碼你接了招 雖然你說的是歪利 雖然你說的話 也沒有正面回答到這個主持人 你承認還是否認李家超 用過街老鼠去形容呢 這些被通緝人士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回答呢 在西方這類的talk show 或者是記者的提問的時候呢 你是扣分的 也都展現到其實你只是背重了 你要講述的內容 而是沒有辦法因應主持人的提問呢 你作出一個技巧的反擊 這一點呢 是繼續扣分了 葉劉淑儀 我認為 這個呢 就需要一個 因為尖銳的提問 你要一個尖銳的回應 因為如果你是熟悉西方文化呢 你應該知道 他的問題話中有話 所以你應該怎樣接招呢 你第一句就應該說 I know what you're trying to suggest 我知道你想暗示什麼 接著不用說了 But I think our chief executive is just using the term in a metaphorical way 我認為這個李家超只不過使用這個詞是一個譬喻 以及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他是用中國社會文化的語境裡面的一種借語 你這樣說就是暗示 我不接受你那種希特拉和納粹屠塞猶太人的仇恨 那種仇恨語言 那個這樣的挑戰 你應該這樣說吧 他暗示來 你就暗示去就擋回去 但是你後面那裡教他 你說不是啊 老鼠還可以寵物 主持人可以將你一句 是啊 老鼠可以寵物 在你們的國家 老鼠還可以做食物 那時候你們就做了 所以你不要裝蛋糕 葉樓是怨你的 知道嗎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 大家都是拋磚忍辱 這些人都做得失異 你長的彼此 Creation 這是我教練 也很多人 都做得失異 就是一個人當中學的證據 就是我天 Falling 那天都做到一個遊戲 那天都做得失異 那天都做得失異 就是你 今晚就是你來上台 那天的傾向逛隊 這個節目的事 就是你能夠收到的 那天呢 我的話 mann 這些人也有希望 那天都一做了 所以他想掌握人 究竹了嗎 還有到底夠不夠班 自有公論 你認為其實你給分可以給業劉金銀大勝的 你也知道學校辯論隊給分以前香港大學 Richie Hall對什麼科 你們自己是可以裡面 是自己隊 互亂加分的 對方你可以全部給零的 一評計到平均 那你就贏了 以前發生過的 有很多卑劣的人 是這樣計分的 你知道嗎 這個叫反擊第一炮 各位你們認為如何呢 你不如看BBC這段整段片來平衡閱讀 總體來說 葉劉淑儀的表現 我認為去到中段就不合格了 起碼她沒有接招 好像你說 其實有很多技巧方法 可以令主持人 不得要令的 甚至 剛才我舉的例子 我比較喜歡用戲劇 她可以問主持人有沒有看過一套 《Suicide Squad》 自殺特工隊 就是類似Marvels那些超能人的戲劇 裡面有個鼠王 鼠王能夠操控老鼠 最後可以拯救地頭 她可以東拉西扯 扯開她 然後做一個譬喻去暗示 我剛才所說的西方人 甚至有些極端的裝老鼠做寵物 你是在暗示西方這些政府 在庇護這些被通緝的人士 作為一種反擊都可以的 不過 她沒有這樣做了 我也不想她這樣做 因為這樣 也貶低了這些被通緝的人士 但是無論如何 葉劉淑儀去到中段 她就不夠彈藥了 陶先生 你覺不覺得是不是 這個我就不變評論了 總之到了現在 我現在想和各位分享 對於西方這種這麼專業 和基於事實證據邏輯 和文學語言修養的種種 攻擊 當你當是攻擊 其實是批評 你的反擊和反駁 是要很夠班 還有要很有子彈 很豐富 很有料的